在今年的第五届水利方碑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当中 有这样一名选手 他舍意求难 不拼唱歌的爆发力 偏爱唱一些柔和的收情歌曲 那么他是谁呢 2015年夏天 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72名选手 齐聚北京 参加第五届水利方碑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 比赛的过程中 一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毛萱萱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他在舞台上为观众演唱一曲 优雅随性的布鲁斯琴歌 叫走钢索的人是李全的歌 非常喜欢这首歌 一直都非常喜欢李全的音乐 所以今天选择了自己喜欢歌手的歌 毛萱萱是24强里唯一尝试用布鲁斯来演唱的选手 布鲁斯是一种讲究和谐节奏的现代古典风格 由于在曲调上不具备高音的爆发力 因此大多的选手不会选择这样的类型歌曲 尽管曲目不占优势 毛萱萱还是顺利拿到了一张进入前12名总决赛的入场券 能进入到总决赛的选手自然都是墙中之墙 在这一轮比赛中12位选手要被两两分组 用抽签的形式演唱作委会事先准备好的歌曲 毛萱萱与印尼选手古春经一同出到了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我们今年的赛事不是说就是有可能是两个人同时进的 两个人可以同时进的 或者可以两个同时淘汰 所以我就想我们一起努力 然后就是可以同时进 经过两人的商讨后 他们决定以自弹自唱的形式进行演出 毛萱萱则负责吉他伴奏的部分 总决赛的日子如期到来了 在被做得密密麻麻的观众戏深处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毛萱萱的妈妈 比我还开心 我倒没觉得什么 我们非常开心 这一轮毛萱萱与古春经两人都顺利通过 甚至如愿以偿地进入到了最终的三强冠军争夺战之中 毛萱萱的妈妈是特地从浙江老家赶来为儿子打气的 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毛萱萱出生在浙江渠州 父母从事管理养老院的工作 小时候的他并不像现在站在舞台上那样自信 刚到米兰的时候 毛萱萱才刚小学毕业 在那里虽然有阿姨的照料 但是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 要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这对于一个语言不通的孩子来说 还是十分的困难 我记得有一次就出去想买点什么东西吃吧 然后就是你根本就是没法描述 你是想要那个东西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 然后就跟他比划个半天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就非常就感觉一阵酸 但是那个当时没有哭出来 但回到家以后晚上自己也流泪 在米兰的成长岁月里 毛萱萱逐渐地从一个弱小爱哭的男孩 变成了坚强懂事的孩子 在这些孤单的日子里 毛萱萱重新捡起了小时候学过的吉他 独自在房间里用弹唱的方式 抚慰他在异乡的寂寞 当做自己的一个小伙伴 跟他交流 然后就会觉得你跟他交流的多了 你去珍惜他了 然后他也会给你回报 通过每天的练习 毛萱萱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今他是一名在米兰当地华人圈里 十分受欢迎的吉他老师 可能你虽然你会讲意大利语了 但是你可能跟你的根还是在东国 你的思想还是跟国外的人不一样 带着这一份对家乡的思念 毛萱萱一路走到了水利方碑 中文歌曲大赛的总决赛现场 在这场冠军争夺战之中 毛萱萱并没有赢到最后 但这对于他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 他在这个舞台上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找到了珍贵的友谊 这些都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